我看這題目 讀過圖 長方形ABCD AB線段長等於3 BC線段長等於4 如果BC向量在BD線段上的正色影為 R倍的BD向量 其中R是時數 求R是值 那麼BC向量在BD線段上的正色影為 這是R倍的BD向量 那麼我們利用正色影的公式 這是BD向量 長度的平方分支 這是BC向量 與BD向量的內積 再乘以BD向量 所以呢 由這裡我們得知 R這等於 這是BD向量 長度的平方 分支 BC向量 與BD向量 的內積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建立一個 指標做高系 這X軸 這Y軸 那B點呢 是圓點 那我們就可以標示 這坐標是00 那麼 AB線段長等於3 BC線段長等於4 那我們可以標示 C點坐標呢 這是40 那麼D點坐標 這是43 那麼這時 C點坐標 減B點坐標 所以呢 這是40 然後 BD向量 這是用D點坐標 減B點坐標 那麼這是43 那麼這裡會用到內積 所以呢 兩向量的內積 我們算一下 這是X分量相乘 加上Y分量相乘 所以4乘以4 這是16 加上0乘以3 是0 我們就不寫了 所以呢 這兩向量的內積 是等於16 那麼 BD向量 長度的平方 這是X分量取平方 加上Y分量取平方 算出 這是25 所以呢 我們帶入這裡 我們算出 R是等於 這是25 分之16 這個答案 我們算出 1 5 6 7 7 8 感谢观看